9 各位粉串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者以利 我是阿格利今天要帮你债再次升级 在今天阿格利讲话应该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终于脱下口罩了 那也恭喜大家了 因为现在好像连KTV都可以把口罩给脱下来 跑步也不用带了 那这就是全民的努力了 那相信在這樣疫情的減緩之下 我覺得對台股也是有好事啦 畢竟在台股裡面也有很多疫情可能會受害的股票 那像最近幾天這個疫情解封相關的概念股 例如說航空股又大漲一波 所以我們今天也會來跟大家討論 投資上我們最近該有怎麼樣的一個思考 好首先第一個還是要講到 這個雖然塞港還在塞 那這個GDP成長我們昨天講了 美國不如預期不過 還是要來過節好不好 那今天是美國的這個萬聖節 那年底也是美國購物的一個旺季包含聖誕節 黑色星期五等等 那根據全美的這個零售協會統計 今年可能是近幾年來 銷售爾會最龐大的一年 會比去年成長8.5%到4.5% 大家知道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加上 供應鏈出現問題所以今年 可望有一波回補潮喔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就知道說零售相當不錯 但是零售目前也遇到一個狀況 包含了 我相信不管是美國還是台灣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通膨 那通膨到底 哪一些東西在漲呢 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大麥克 麥當勞大麥克應該大家都吃過 那 除了吃過以外大家還記得吧 有一個叫大麥克指數就是用來衡量 各國的一個 購買力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在美國的麥當勞 宣布要漲價囉 因為他們說今年原物料成本 漲了3.5%到4% 高於原本年初預期的2% 所以官員還在說這個通膨只是暫時的 人家都說原本預期今年 只漲2%的原物料而已 結果呢漲了3.5%到4% 那除此之外勞工的成本也結結的上升 都花了錢 可是 缺工的問題還是持續的在存在 那昨天的節目大家應該還記得吧 美國這20年來 目前 是處於用工的這個成本 最高的不是用工 要請人家 花錢要花很多 所以 在今年呢 美國菜單麥當勞定價調漲 普遍來說有6% 所以通膨壓力 看起來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大 那也因為通膨的關係現在市場就在 說 費 可能明年6月就要升息 因為你如果不升息 怕這個通膨 會持續的這樣蔓延下去 因此 升息看起來是勢在必行 不過大家知道 最近台股好不容易才付出 萬一 又來了一個升息的話 會不會打亂之後投資的一個腳步 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個重點 好首先歡迎今天的兩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 古怪教授 謝程燕 好 跑步不用戴口罩 但是跑路還是要戴 一定要戴 不然會抓到很快 跑跑跑路也要戴 聽說你今天準備了一套牌給大家 沒錯 請各位看一下 教授今天為了這個通膨議題 既然要把整張牌整個打出來 有誰 當來賓這麼鎮 做完以後才發現 整首都是好擺 全首都是好擺 所以今天一定要認真聽 好不好 我們認真的聽下去 看我們到底準備了什麼 精彩豐富的內容 所以今天如果對通膨 以及在通膨上的投資 有興趣的話 教授今天真的是帶來滿熟的好牌給各位啦 那第二位就是我們邀谷大師明章 主持人好 投資本大家好 那講到通膨議題呢 其中大家最感同身受應該就是油價 像 最近我比較忙每個禮拜都忘記去加油 但是呢 就想說下禮拜會不會 油價便宜一點 可是每個禮拜 還是在漲 所以呢因為這個油價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就開始 Push了 Push什麼 Push G20 這整個 20個國家的集團啊 這G20主要是主要能源 生產的一些國家 希望他們能加強生產 因為 拜登也知道嘛 或是我們觀眾朋友都知道你手上有那麼多閒置的 石油產能你如果不拿出來的話 那油價繼續高漲 躺著轉就好啦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OPEC有說啦他說這個日產量會提升40萬 會提升40萬 但是他們閒置產 還是很多 因為像過去 油價上漲的時候你如果把產能都放出來 可能會影響到油價 所以在這樣 供給上 有一個拉力拉扯的情況下 接下來的投資 以及通膨該怎麼看 我們請教授來幫我們看 原物料這一塊 其實最近小明都忘了去加油 可是車子還是可以開的 為什麼 因為是電動車 開電動車 對不起 想到一個冷俏話 其實我們應該先從 我覺得我們在看國際市場的時候 我今天也直接把 我們怎麼在觀察的方式交給大家 真的是很難得 那因為這樣子以後呢 不對 那這樣以後是 還是要繼續看我們的節目對不對 沒有 大家學會 這個釣魚的方法 可是不見得 願意去釣魚 對 而且這樣子跟我們的節奏會更接近 其實第一個我都會先觀察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 對沒錯 美元 不是美元對台幣的匯率 是美元指數 我再強調一次 那最近如果大家仔細去看就會發現說 美元指數 好像在跌 可是又跌不下去 那如果你沒有真的去追蹤一個叫做美元的大額交易人的 期貨進步位的時候你就不理解為什麼 結果看了以後原來是 大額交易人這是全世界的機構法人針對美元 指數的期貨的多空單的總結 對 一直在增加即便美元指數在跌他還在增加 其實這背後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大家認為接下來 不論是聯準會的縮減購債的政策也好 或者是 這個升息的時間表來看也好 對美元應該是有利的 所以即便美元跌他們還是繼續買美元 那這個態勢很清楚 而且剛才其實 因為一開場的時候呢 阿格力 已經 把整個物價的狀況講完以後 其實我們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 如果今天物價上漲 可是人民的 就業狀況不理想 坦白講聯準會 他不敢 動作 不敢冒然對不對 對不對因為我一升息 那企業成本增加搞不好 因為你升息也代表要升 調薪嘛 對不對 然後你的經營成本也增加了 公司有沒有可能 在人事上 做一點調檢 有可能對不對如果我的意思是說 就整個狀況不好的話 可是如果經濟狀況很好 加薪什麼 這個成本提高無所謂 人繼續贏 現在打拚賺錢 那 升息就不怕 對 好那所以你就要去注意 這件事情 現在美國的GDP的年增率 其實是OK的 然後呢大家會覺得說可是不夠強啊 聯準會這樣真的敢嗎你看就 這個非農就業新增的狀況 還好啊 可是 如果 如果我們真的去看失業率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失業 這個失業率啊 下面這一條 失業率的部分 其實早就已經大幅度下降 已經大幅度下降 而且呢 更重要的事情是 每小時的薪資是調高的 如果說經濟狀況不好 怎麼可能在還沒有升息前 老闆就先調薪了 因為他 需要人才他在擴張嘛 更直接的就是我們直接去看 製造業跟非製造業的ISM指數的時候這個數字在多少 在60 50 以上 所以表示經濟是擴張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我們在看這個升息機率的時候 為什麼很有趣喔 我給各位看這個升息 當然維持 維持不調整這個已經大幅度下降了不用說了 那我們在想的是說奇怪那為什麼升息一碼的機率呢 就是紅色這個 升息一碼是紅色的也下降 對啊 不是說要升息嗎 剛才阿格力這個 口罩一脫下來就被我打臉 對不對 你剛才講說什麼可能明年 6月 6月就升息 其實我跟大家講 現在急速攀升的是什麼 升息兩碼跟升息三碼的機率啦 要升更多 所以為什麼升息一碼的機率下降 因為大家認為 會升兩碼 甚至升三碼啦 那如果這樣子第一次升息的 時間點是不是就會提早 假設我會升兩碼我不可能 都不升都不升都不升 一次把你抄到頭 不可能 一定是循序漸進嘛 就是我先升息個半碼好了 讓大家不要那麼刺激 不要打氣了先半碼 過幾個月又再升 對不要一次就性感內衣 對不對 先玩禮服 這樣一步一步來這樣 所以就兩碼三碼 所以你看其實這已經在暗示我 而且我跟各位講 升息三碼的機率 攀升的速度比升息兩碼還快 升息兩碼的機率還緩降 這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那會不會真的 本來說什麼2023年 然後後來不是講2022年年底 會不會一口氣 真的明年年中就升息 當然 最後的決定權是在聯準會手上 但是 租方的猜測 絕對也會給予聯準會適度的壓力 那因為現階段我們看到 原油的部分真的持續在上漲 持續在上漲 對企業成本來說也是壓力 而且 這個原油的上漲已經帶動了什麼 帶動加幣的走強了 也帶動了日元的走落了 基本上 其實未來你可能也要去思考如果 這個趨勢是確定的 你要不要做一點 其他的投資 來去規避風險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CRB 你看CRB 藍色的部分 這個是我只有抓 從今年 來看喔 你看一路上升對不對 我特別抓的這個是 BPI喔 BPI 對我特別抓 BPI 巴拿馬型的這種散裝 對 厲害 這個馬上點出來喔 不愧是知名主持人喔 那 有人還說我打錯 對啊 因為 BDI你下面這個太長了 BDI裡面有 BSI BPI 等等 對 BDI裡面你有 BCI有BPI有BSI 大小的 有鐵礦砂 然後有這個巴拿馬 巴拿馬是在什麼就是在 玉米小麥 古物這一類 農產品的 所以 那 最小的這個就是 輕便型的是在水泥啊這種喔 那為什麼我要 這個選這個 在農產品的 因為 剛才這一張 已經很明顯 你日 加幣 升職日圓走落 代表原油的影響力已經出現 對 那每次這個聯準會都說 不是啊 不管聯準會啦還是官 政府啊 官員都說 我們應該把油價拿掉 我們應該把 食物拿掉 因為這個波動比較大 看啊你把真正對我有感的拿掉然後告訴我沒有通膨 是在說什麼話 對啊 你知道我最近去加油我都嚇一跳 你知道之前因為我的是柴油嘛 那我記得我曾經加過1100啊 我那種刷卡的感覺很好啊加滿油喔 喔 就一直繞圈圈想說看趕快把它繞完再來加一次 享受一下那種低油價的感覺 可是最近我開車我變得 不太敢踩油門 我都 我都在 我都在這個紅綠燈就滑到下一個紅綠燈 為了是為了要省油 後面一直扒我我就是不理他 喔 為什麼 你知道我最近加滿油多少錢嗎 快2000塊 差很多 那個 那你跟我講說這是短期的通膨 你說把油價拿掉 不要在意 都給你玩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去 隨便 我最近 隨便 去吃一餐 一家人出去吃 既然我要拿1000塊出來 我說這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跟我太太說我皮包沒錢 對不對 刷卡刷卡 那就刷他的 所以我為什麼要把這兩張拿出來 我要讓你明白 這個人品其實是很有感覺 農產品的價格 這個CRB因為包含太多了 我為了我不要做一堆農產品給你看我光用BPI你就知道 這個CRB的價格不是只有油價漲而已 連農產品都大漲啦 當然 所以我很肯定的講 縮減購債這件事一定要做 那升息的時間點可能會提早 這件事情 但當然在幾月我不確定 我今天下了節目我再跟包吾討論看看 好像很熟的樣子 開玩笑是不是 當然不熟 想辦法溝通嘛我在他臉書留言 那這裡面我要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大家千萬不要弄錯投資的方式 實際上現在的位階是在 強勢上漲過後的緩 緩增長 還是在 景氣還是在增長的階段 只是成長變慢 但是成長變慢 那現在縮減購債按照過去的經驗 縮減購債 股市會漲 新興市場會漲 那新興市場最強當然就台灣 所以台灣會漲 只有到什麼時候他才會開始跌 美股可以跌到15% 新興市場可以跌到四成 哇好重喔 當然這是整體新興市場 不是說台灣會跌到四成 那可能有的地方會跌更多 什麼時候就是升息錢 所以如果 假設你說6月會升息的話 我估計大概第一季過後要小心 那如果9月會升息 那大概 5 6月也要小心 所以我覺得 再怎麼樣我們這一波先好好的做到Q1 好不好 對我們就好好做到Q1 不要想太多 最近很多人都問我說股價會太高 我說 會 但是不要怕 我們好好做到Q1 對不對 然後Q2再說 所以你下次再問我 我說 Q2再說 什麼所有的問題 我們都Q2再說 就這樣 那也要證明一下啦 你看道琼已經 是不是 如果真的大家擔心縮減購買為什麼道琼要漲 為什麼 而且 NASDAQ漲更兇耶 不管是工藝還是科技股 NASDAQ漲更兇耶 原本大家擔心的NASDAQ 然後廢半 也在漲 這個又最重要對台灣來說 哇廢半也在漲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懂我的結論 沒有聽懂沒有辦法 你在看重播 但重點是 這個密密麻麻的 這個 畫面大家到時候自己認真看 反正就是分成這個 大型成長股 大型成長股 小型成長股 大型價值股 小型價值股 成長股跟價值股 然後各有大小之分 對 結果是什麼呢 我當然要講結論啦 不然 用這一張 大家又說只是來衝 衝版面的 大的 成長股 優於小的成長股 大成長 優於小成長 然後 大成長又優於大價值 所以 可是 所以 實際上要證明嘛 就是說如果股市不好 大的成長股不會漲 對 所以現階段來講 我們就把 如果大家 認同要投資 除了台股以外 除了台股以外 就是一個可以投資的點 等一下 腰股大師會講 我不要 搶他的風采 我不要搶他的風采 看來你還是有留一點牌 給銀章打 當然 我把大老二留給他 但是我手上留 TG 最後我還是要定他的大老二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 重點是什麼 就是 我剛才講到的 原油嘛 還有 加幣嘛 做多加幣放空日圓嘛 對不對 美元你還是要投資嘛 對不對 再來美股的部分 你要以大型成長股為主 才不會做錯方向 那教授剛剛的解析真的是非常精彩 我自己也非常認同 因為我最近 自己也有買一些海外的ETF 那主要也是在 這大型成長股 真的跟教授 英雄所類同 好不好 結果我牌打完了耶 完了 沒牌了 超判 沒牌了 教授還沒手的好判 所以等一下還是記得 繼續的看一下 沒得玩了 那教授我幫你下一個結論 反正教授就是說 趁財報空中期 大家以 大型的成長股 夢還是要做啦 那這時候就要派那個 就做到第一 邀谷大師了 好就派邀谷大師 反正先做到第一季再說 因為 根據過去歷史紀錄 這個升息前 的一季 可能是很危險的一個時刻啦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美股跌了15% 然後新市場 整個跌了40% 所以 這比較沒有取樣的誤差 大家不要誤會說要升息了 只是我們在講說假如 假設 那當然你說也有可能9月有可能12月有可能明年 但是 我們就密切注意啦 反正就是跟這個預期升息的時間越近了 你手上的這個資金水位 就要延後 對不對 好 那回到台股的這個議題 剛剛教授說要把這個大老二給敏張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盤視了大老二 是什麼呢 那顯然啊 就是這跟這個 元宇宙 相關的啦 有夢最美嗎 真的是有夢最美嗎 那看起來真的是 不只你在做夢 很多公司真的都如火如荼 在進行 你看臉書最近把 名字都改名 改名叫META 因為META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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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也是比較重要 大家都要搜 好不好 好 那所以呢 最近的這個元宇宙話題 知名的分析師郭明啟 他也發佈了最新的研究報告 他指數啊跟這個 WIFI 6 的 頭戴裝置有關的個股 大家可以 多價去留意 因為 你帶那個 VR 那如果有線的話 也是不太舒服嘛 那無線的還是比較好 那無線的你要考慮到傳出的速度 所以WIFI 6 就是大家可以去留意的一些個股 那他點名的有哪些公司呢 第一家就是這個 利基 4968 第二家 景德 以及 經濟 這三家台廠WIFI供應鏈 是可以去留意的 那這個 元宇宙的話題怎麼看 硬體的 角度該怎麼切入 我們就請邀谷大師 來幫我們解惑 畢竟元宇宙是最近盤式上 最強的邀谷 不過大家 還是看了有點怕 也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畢竟 很多公司 這個基本面是沒有的 但 話題跟股價都已經動起來 這樣的情況下該怎麼看 我們請名障 其實元宇這個話題 我最近有點小小的擔心 擔心啊 你很少擔心的 因為股票很飆啦 這是一個我們很喜歡的現象 但我擔心的部分是因為 之前航運股夯的時候 那個像 YT頻道裡面很多人都在講航運股 即便他們不是什麼財經的專業 但是他們都在講這個 最近元宇宙夯道 這些 YT頻道 通通跳船求生 全部編宇宙人 最近大家去看 這是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這是這個指標 就是說 當這個議題 夠熱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YT頻道會跳槽過去 以前航運好 他們全部講航運 然後現在跑去講元宇宙 之後下面就留言說 阿姨 那我的航運怎麼辦 下面就留言這個 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給大家參考 最近真的有點熱 那附送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我們跟他聊這些股票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聊到一檔股票 叫 裕創 351裕創 我們一個禮拜前聊的 一個禮拜之後長這樣 嚇死 他今天又漲停 他今天又漲停了 從50塊上下竟然氣急 就短短一個禮拜 5個教育日 那這股票好在哪裡 不是說 這個股票都對 錢都不怎麼樣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育創畢竟在這兩年是個容易賺錢的公司 因為他的利益基型的記憶體賣得不錯 很賺錢 所以他9月營收一公告 單月字節0.68 不錯 一個月的他0.68 算是蠻好的成績 對啊 一年到67塊 假設你這個數字沒有變的話 乘上12 一年10塊 不可能 但是5-6塊有機會 抓到保底 你就會發現 其實上禮拜聊的時候 50幾塊好像長很多 沒有啊 他就再來一段了 因為他真的有基本面 所以在整個元宇宙的架構沒有 我們有幾個方向給大家了解 第一個 頭盔 你一定會想到宏達電 VR 對不對 第二個 這些像 像那個臉書這樣的公司 他們一定需要更強大的晶片系統 所以他台灣的這些專業 ASIC晶片的受惠股 像之前聊到那個 智源 智源現在200了 這個有點誇張 一個月漲一倍了 那這些股票呢 漲多了沒有錯 那剛剛聊到的 郭明奇 郭大大 號稱 地表最強 蘋果分析師的郭大大 他現在洩漏名牌有三檔 裡面有一檔 我不太認同 不太認同 我不認同 挑戰郭分析師喔 因為他有些東西早就被人家看穿了 我就不吐槽他了 來有一檔股票我不太認同 這一檔 利基 利基 為什麼 利基 以前兩年不錯 非常好 我以前跟大家講過 利基其實去年非常的賺錢 所以他股價從以前我剛認識利基的 他才80塊左右 他去年漲到600 對 這是我很喜歡的那種股票嘛 可是大家來看利基最近的走勢非常稀奇 台北股市這一波以來電子股其實非常強 過去這個月 但利基是長什麼樣子 他是一個長期下跌之後的反彈 也是你說的不合群 不過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不合群 人都去 他怎麼長這樣 其實 根據我們所片面了解的一些資訊 他這一波的反彈就已經在反映 郭敏奇那個報告 也就是說 大家看到郭敏奇報告 浮上台北 你看得到的時候 前面那一段已經有人會了解 也就是 一直有人懷疑郭大大的報告 有一種出貨紋的現象 一公後期就是你要反而要小心一下 因為有時候股價漲多了 反而被人家當出貨紋 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利基的基本面 其實不像去年那麼好 他反而今年跟明年有下滑的趨勢 那加上股價本身他並不便宜 他已經漲過一大段了 我剛講嘛 從80塊噴到600塊 是從2019年漲到2021年 他漲到600 兩年的時間而已 所以這股票我就不是那麼認同 不是公司不好 而是你投資他 除非他能很明確的告訴 真的我們這個元宇宙 開始有貢獻他的獲利了 不然他單純就是一個 你以前很賺錢 現在反而沒有像以前那麼賺 那這股價當然就不會那麼漂亮 給大家參考 所以不要看到 而地表最強郭大大分析師 寫報告我就跳下去 有時候不見得是好事 而且人家是蘋果最強 現在是元宇宙 他改可以改 大家知道郭明奇為什麼叫蘋果最強嗎 我插一個話題給大家聽 郭明奇現在在大陸 他現在當大陸天鋒的分析師 郭明奇以前 被他認為蘋果最強是因為他有 一定的人脈在鴻海集團身上 所以當蘋果每次要出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總是領先市場 他會先寫報告 下一期蘋果要出什麼 再下一期蘋果什麼新產品 而且有神準 所以才被稱為蘋果最強地表分析師 地表最強的蘋果分析師 好 另外這個我覺得就比較有趣一點 景德 因為台北股市 過去這兩個禮拜的 很多中小型股的漲幅非常驚人 好幾檔都長得像玉川那樣子 這種股票我不建議大家一定要去追 因為有時候 短線難免會有震盪 即便題材很好 但是反而你看 其實3152的景德 這個線型就很漂亮 他整理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剛剛起來 底部有 有亮 底部有亮 所以你會發現這股票在台北股市 近期 飆漲的電子股面 他算是不錯 有點那種遺珠之寒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大家投資是 第一個我先看這個題材對不對 公司未來我們再多賺一點 今年不錯 明年不好那就不用看了 今年還可以 股價還低檔 明年會不錯 後年會不錯的 你就要多做留意 這 你知道買股票的風險會降低很多 畢竟從第4季到 隔年第1季 我們聊過很多次 那就是有夢相隨 做夢行情 那 上週跟他聊完之後 這一段短短一個禮拜 最近很多股票 飆到不像話 像之前講過的 第三單半導體也是 漢雷 太誇張了 人家 單月才做0.12 才賺 一個月 第三季才轉過你的股價 最高漲到快170 哇這個160幾塊 這太誇張了 好anyway 這個就相對來講 比較friendly 比較親民一點 大家 剛剛啟動的股票 不妨看一下 另外一檔我覺得就 更值得大家多多留 難怪留在最後 大老二打出來了 這是3142的經濟 論業績有業績 論題材有題材 重點是他還在地板 剛剛起來 剛睡醒而已 這種我就喜歡 因為漲多的股票 讓大家進場 有時候我會擔心風險的問題 畢竟 比方說好了 預算很好 今天漲停 當然很棒 問題是你不是買40塊的 現在70的 我們買40幾塊的 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會覺得說 70塊好貴 可是你回頭想想 如果我們可以複製這樣模式 有類似題材的 剛好股價剛起漲 第一根紅棒 姑且不論今天星期二漲還跌 但他最近 開始有啟動的跡象 你從技術分析的角度 從這個量價的角度都可以看得出來 3042經濟不錯 好像有人有興趣 按照我們剛講的 元宇宙本來就是一個 先有題材 後來可能會有獲利的 因為你現在還看不到 還太遠了 但是 這種價格 這種線型的股票 你就可以多做留意 台北股是搞不好 不是只有經濟漲這樣 也有類似的 有搭上正確的題材 股價在地板上剛剛起漲的 這種操作 這種股票 你拿射進去 你的自選股 我覺得這種股票對你的幫助就會很大 給大家的參考 所以 在元宇宙這個題材上 也幫大家做了全盤的掃描 阿格利自己看到 其中級檔 確實 是相當有吸引力 因為 股價剛好在低檔 又有業績 這樣的情況下 元宇宙假設 這個題材 還沒有貢獻獲利 不過公司至少是 原本就有賺錢 那我覺得 大家在看概念股的時候 要這樣的概念 有沒有機會 好上加好 而不是 他什麼都沒有 那你奢望這個轉機 那如果這個轉機在幾年之後 這個風潮一夠 套老機會我想 相當相當的大提供給大家 做參考啦 如果元宇宙的個股 上漲 賺很多 大家也要小心 相關的一些風險 好那講完元宇宙 很多人還是覺得說 你講這個 不是知道 什麼元宇宙 聽都沒有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比較實在的包含 阿格利自己 也很想換的 電動車 那拜登 總統的最近 終於有好消息了 那他的好消息 就是說 這個 補貼政策 終於過關了 這個電動車補貼政策 1.75兆美元的這個財 財務政策裡面呢 預計要補貼 電動車 補貼的 額度呢是每一台車有1.25萬的美元 這單位是美元 補貼真的是蠻多的 包含了 4500美元的工會製造補助 還有500美元的電池美國製 的一些補助 不過呢要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補助 有排付條款 如果你的這個電動車年產能 超過20萬台以上 就不在補貼範圍之內 所以很顯然 這個Tesla應該是 拿不到啦 不過接下來這10年1506億的補貼費用 看起來這個通用汽車 福特汽車 跟克萊斯樂 就會成為這一波補助最大贏家 所以看起來除了電動車 Tesla本來就賣得很好以外 其他的 這些廠家 渴望是雨露均沾這樣的情況 不過電動車很多個股 畢竟也 漲比較多了然後呢 選擇也很多有些是真的只有概念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想要抓住這樣的趨勢 該怎麼做 我們就請教授來教教大家 當然我覺得從分兩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就是從Tesla股價這一段 時期的一個大漲 其實反映了一個就是 確實電動車的一個趨勢是勢不可擋 你還想如果有一天你睡一覺 然後醒過來 財富就多一兆台幣 那是什麼樣的情況 應該是在做夢 快點 又快點睡一覺 明天再起來又一趟 太驚人了 一個人有錢到 可以買下一座豐田汽車 那真的在電影裡面 這個人我不開心 可是 沒有可是 把他們公司買下來之後 把他給開除了 對不對 就是在講Tesla 就是這個馬斯克對不對 所以我說從兩個階段 第一個其實當然你說這個部分 排富的條款對Tesla有些影響 但是假設他股價 其實並沒有出現很大的回檔或衝擊 當然我們後面還要再觀察因為畢竟 這個訊息出來的時候這個股價 在我截這個圖之前 那之後 出來 那就看到後面股價的變化如果沒有很大的衝擊 代表 市場是分兩個角度在思考第一個就是 他還是很強 他銷售量還是很強 沒有要欺負什麼補貼沒有補貼 對因為有的人他是不是會真的那麼摘他就喜歡Tesla 那你補不補貼他就是要買 但另外一批人他想要買電動車但是他 預算是他考量那 順勢的把另外一批 的這個品牌給帶起來 那這就是第二階段的事情 不過這樣聽起來整個電動車產業 沒錯 都是向上 對 肯定是要向上 所以為什麼突然之間好像 整個電動車相關的類股又活起來了 又活起來 當然在這當中呢 我們要特別去講 其實在節目當中 邀谷大師其實有一直跟大家分享過不論是電池的 或者是二極體 或是MOSFI相關的 所以 我覺得之前談過 但在這個地方 我想要跟特別 跟大家特別講就是說 現階段我們在選這些股票的時候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什麼困難是什麼 就是本益比都很高 畢竟熱門題材總是這樣 對 而且重點是 你所看到的本益比 是用過去的資料算的 因為 軟體沒有辦法算 未來本益比給你看 說真的未來沒有人知道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未來會賺多少錢 喔 那當然只能秀給你看他之前的獲利 可是他股價為什麼衝得這麼兇 因為大家 持股 想要買進的 就買這個股票的人 他看到的是他未來可能的爆發力 而未來的爆發力會落在那裡 那就落在營收的成長率了 所以當他的營收大爆發的時候 大家覺得他可能油虧轉移 像利坎 大家可能覺得 他的獲利會更強 譬如說 像這個 這個 呃 育創 他第二季賺多少 超過0.5 喔 那 第三季如果也不錯好啦 0.6 0.7好了 沒有 他一個月就給你賺0.6 其實很難預測對不對 這很可怕的事情啊 那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去估他們 那所以現階段我覺得 產業的氛圍是上來的 當然那在 當然在選股上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些小技巧 我覺得第一個 還沒有真正的獲利的公司 那你要一定要去注意他的營收 其實可以去推算 就是營收增加的幅度 我其實可以推算出他到底會賺錢 但問題是如果你不具備這個能力 那你就不要去看這種虧錢的 那我們就直接看有賺錢的 比如說像我圈的這幾個 包含了 康書 順德 玉創 美琪馬 康普 強茂 明基財 富鼎 借鈴等等 這些本身來講 他是有獲利的 而且重點是營收大幅成長 那如果你仔細看你就發現大概落在 幾個概念 第一個電池的部分 絕對是重點 因為不管你是不是 特斯拉 有沒有被排附 還是你可以拿到補助 那 一定要裝電池 沒錯 不管 對不對 就是這個產業的交集 一定在這裡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是未來的趨勢 這個沒有變 而且數量我覺得可能會 銷售數量未來會越來越驚人 成長率會越來越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就充電樁的部分 那不管像這個 康蘇就充電樁嘛 不管你是不是 有沒有補助啦 不管啦 我覺得充電樁還是一樣 對 那再來比如說 車用的娛樂相關的 比如說像玉創 然後 再來你說像這個借鈴等等 或者 或說車用整個像二極體 MOSFI的部分像富鼎 或二極體的 強茂 這些其實都是跟電動車 高速的成長有關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 其實 話說回來啦 很多人就說老師那你圈這麼多 到底要買哪一個 坦白講我覺得電動車整體是OK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買哪一個就我講完 那當然你第一個參考藥谷大師 其實他有一些獨到的選鼓的秘訣 第二個不然你就 就ETF嘛 就這樣子嘛 我給大家的建議是這樣 教授講阿格利其實非常認同 因為在這個電動車 的選鼓裡面如果自己功力不夠很容易撩呼招臂 像我最近也有投資電動車相關的 但 也不是個股就 像剛剛教授講我直接買電動車的ETF啦 不過 裡面的成分股都不是台灣的公司 都是像NVD、TESLA、小鵬 理想汽車 包含了幾大電池 公司那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抓趨勢 最好的方式 不過如果你是喜歡一檔股票 他瞬間就可以 好幾十Percent的報酬 那可能個股比較 有這個潛力 提供給大家 炸裂啦 炸裂 腰谷大師 是不是 好那接下來就要請教我們 可能會炸裂的腰谷大師嗎 不會啦應該是不會炸裂 教授太幽默了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 邀裂谷大師 關於電池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電動車市場有一個趨勢 那就是這個 鯉鐵電池的應用越來越廣 也是大家熟悉的這個 磷酸鯉鐵電池 簡稱叫LFP 那為什麼用這種電池呢 因為他相較於 三元電池 來說他成本 的控管上會比較好 所以呢 很多評價車款包含這個 TESLA 他在 中國的一些 比較入門的 像Model Y啊等等 那最近傳出賓氏所屬的 集團戴姆勒也說要在入門的電動車上 導入磷酸鯉鐵電池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相關電池的投資機構我們該怎麼去關注 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磷酸鯉鐵電池其實不是一個 不算是一個 太離譜太厲害的技術 因為炸的烏啊 但是磷酸鯉鐵電池比較成熟 也就是說 我們比原本他那個TESLA電池 他的電池密度比較低 但是 相對他成本也低 所以適合入門款 另外一個就是 磷酸鯉鐵電池的安全性比較高 因為他技術更加成熟 那當然 這個對台廠一定有利 因為台廠其實很難切入 TESLA電池供應鏈 是非常困難的 那台灣相關的電池廠商 因為這一波這個題材 其實已經漲了一段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部分 先提醒大家一下 以下這幾檔股票 我有注意到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的問題 剛剛被教授說中 有炸裂的問題 電池可能會炸裂 不是電池炸裂 是股價有點危險 有炸裂的問題 因為我昨天是 星期一我們11月1號這張字卡 我也沒想過今天股價會漲跌 只是好死不死 好像被我們烏鴉到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昨天寫的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對今天我們錄影是禮拜二的盤後 這是昨天的收盤 其實你看這張股票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整個電池相關裡面 首推第一檔一定是這一檔 康普 一定是康普 一定先看康普 他動其他才會動 但是就像我畫 我在圖表上寫的 從最近一個禮拜的漲幅很強之外 他其實籌碼在鬆動 他賽不錯 他獲利能量是有的 不要說這個不賺錢 他前三季算三塊多了 但是 我們注意到的是 大家注意一下他的股本 我沒記錯的話 他股本大概10.7 他的成交量已經破5萬了 在過去幾個交易 5萬 誇張 超熱 這個熱度很高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 大家看到 怎麼 你才講完股價跌停 不干我們的事 這字卡我昨天做的 這我就發現說 康普可能短線 已經有過熱的現象 因為 股本10億而已 可以搞5萬張以上 這有點恐怖 周轉率很高 這周轉率太高了 所以短線 你看他今天突然灌下去 就很顯然已經有人在 過去幾天的爆量的時候 已經通賣掉了 所以這股價 標股的特色就是 他的量要控制好 就是一開始 連續性的爆量 萬一又一根黑K的時候 你就 這個短線可能最近 康普就不能做了 他一定要休息一陣子 所以剛好你看完這一集 萬一不小心你有 但是你 不是今天才買的 應該是還可以賣得掉 賺得到錢 因為畢竟 他漲幅很大 不是只有他 是電池相關的 今天都有共同的特色 族群性都出來 一檔一檔檢查 另外一檔 對 每次我的戲稱他殺七馬 殺七馬 我每次也探錯 我肚子餓了什麼 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我肚子餓 殺七馬 好 美七馬這公司其實也很棒 真的 過去他一直覺得 那種電池公司 沒賺錢 沒有 人家一開始有賺錢 但是 老問題 他的量好誇張 你看 觀眾朋友們 6.8萬 6.8萬張 他股本才多少 7億而已 7.4億可以搞6.8萬張 趙帥莉嚇死 這個太誇張 你不要說 不會啊 7.4億股本對不對 可以有7萬張 No 人家有些股票是沒有流通的 是有流通的部分 裡面還有6.8萬張 這個周轉率太誇張了吧 所以今天 K跌停我都不意外 就是 大家記得 好的股票 他一定會有個上漲的趨勢的過程 因為他題材也對 獲利能力也進來了 但是 他開始爆量的時候 就不要再買了 好 開始 周轉率超過5% 周轉率超過10%的 都不用再買了 這是一個 一個小技巧 因為你在操作 容易飆漲的股票 就像我們剛剛聊 他真的也很容易 不小心就炸掉 就突然跌停 像你今天 康普跟 美其馬 他們跌停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一開盤大概 不到一個小時 就很接近10%的 所以你之前有的 你前面 你如果不是一直追高 你有聽進我的話 記得開始爆量的時候 就不要加碼的 你今天想 獲益了解都很輕鬆 你不會讓自己的成本 堆上去 你的負擔就不會那麼重 因為 個股的操作 跟我們剛剛聊到 ETF什麼 是不太一樣的 個股的 波動性 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這種 小股本 又有題材的股票 那前面上車的人一定會 藉著像台北股 今天的震盪 有人就想 獲益了解 這是要小心的部分 另外一檔 也是一樣 這一波跟著這個 電動車 電池題材上去的 大家都長好像 線型 線型都一樣 今天也全部都跌停 同步跌停 聚合 聚合我覺得 比較 比剛剛那兩檔 稍微糟糕一點 就是 他的獲利能力 不明 就是股價 已經漲得這麼明顯了 可是我們根本不知道 他獲利能力 到底好不好 他才賺 0.0幾一個月 那股價呢 股價已經 早 80塊附近了 這種股價跟他 震盪能力 有時候不成正比 就表示 這個題材市場認同 然後說 我覺得美其馬好貴喔 康普好貴喔 拉便宜的 買低價的 就一拉上去之後 突然一個震盪就出去了 所以 台北股市 近期從第四季到第1季 類似這種股票都會有 一定會 不斷的出現 不一定是電池題材 有時候是元宇宙 有時候是其他的題材 這種股票在未來 這個一個季度 一定常常有 只是 這些股票 老規矩 底部起漲那幾根喔 那一兩天兩三天 你沒跟到的喔 後面就不要嘴 摔摔去啊 摔摔去 換下一檔就好了 因為我剛剛講 不同的題材會在第四季到第1季 不斷的輪流上演 因為這兩季就是在做夢 做夢啊 既然你知道這些股票會容易做夢 這個夢有點吹牛吹過頭了 趕快換下一個嘛 你不要去追就好了 這是這個第四季到第1季操作的一個小技巧喔 頭啟動的那兩三天你沒得到 沒跟到的 算了 投資要大氣一點 放他過 你找下一檔就好了 給各位做參考 對下一個會更好 那下一個產業跟大家聊什麼 就是要跟大家 聊啊有一次 銘章跟我說 在台北股市裡面有一個 族群他覺得 很厲害 為什麼很厲害呢 就是什麼東西什麼概念 都跟他有關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載板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 IC載板目前看起來 明年渴望會更缺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電動車的電子 其實也是缺 IC載板也是缺 不過內涵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等一下來賓會跟大家 做一個詳細的解析 那高盛呢 已經 出了一個報告 他指出 ABF載板在 過去三個月供給 其實更加吃緊 未來 兩年喔 他說供需的缺口 還有 三成到五成 這是非常 非常誇張啊 但加上 層數了一個增加 因為現在的電子產品越做越先進 同樣的 一層 IC載板以前 假設三成 那現在可能是七八成 所以同樣的一個產品用量 其實都是 提升了 也因此在這樣的理由 底下 看好南電 緊碩 明年獲利能力 可以挑戰三個股本 一個股本 重要是他目標價給到 930跟350 這個是真的非常高的一個目標價 那關於載板這一塊 特別是ABF 該怎麼看 明年請教授 來幫大家做一個解答 好 當然科普的部分 不做太多 我從兩個角度去思考就好了 第一個是產品到底有沒有這麼誇張 這麼缺 假設這是ABF 宰版 那 我可以把所有的晶片放上去 那因為現在封裝的能力越來越強 對 我能裝上去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那 越來因為現在的不論你是電動車也好 你是 穿戴式裝置也好 你是 這個當然不是這麼大 或是 把那個放大給我看 喔這麼大塊是要翻到 然後穿戴式裝置手機iPhone 13 或是MacBook Pro 這些東西你會發現 應用端的東西越來越廣泛 所以這個東西的需求為什麼供不應求 為什麼突然爆量性的一個成長 然後 甚至我看法人預估 塞版三雄他 明後年的營收 都要倍增啦 就是因為真的是 就是這個原因 那 基本上當然 缺真的是很缺 所以整個獲利的狀況應該是 很好 但我就舉 其中一個啦 其他我讓那個 那個那個 藥谷大師跟大家講 那在這裡面我通常我在看的時候我會從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 法人畫成這樣 喔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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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你自己怎麼做嘛 你不要畫成這樣 不要看人家怎麼做 阿轉縮起來 對不對 你是在畫鬆 對不對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發現真的有喊有 有耶 說的跟做的 真的有買耶 如一 而且重點是我在喊別人認不認同 那外資喊他有買 好這第一個重點 然後他喊了以後那一支也跟進 欸我覺得這樣不錯喔 所以我覺得光從這個點來看 這個 這裡我就心裡面就踏實了對不對 但問題有時候是這樣大家會覺得說啊你從過去台積電啊 聯發科啦大概畫畫的就一直落啊 對啊會不會像年初台積電這樣 六七幾 但是我 但是我們再從基本面來看 到底有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實際的去追蹤公司的狀態 你如果更認真一點 看工廠在哪裡 直接去工廠門口蹲點 對不對 看大家玩下班 以前我們還有那個 同行說 就研究員說 他去蹲點 發現 這個空車 雖然 卡車來來去去 可是都是空車 原來是做的 對不對 這個你就要很認真看嘛 對不對 那實際上也不用啦 現在實際上 這種財報的東西很明確嗎 你看 你看他營收 成長每個月 9月這樣子 有沒有 而且我後來發 既然發現已經 我一直在想說我有沒有弄錯 因為呢 這個我先遮一下 然後 欸不對喔 打上去有沒有看到 好不用遮啦 而且左邊的那個 條狀 對對 這個 這好像說沒有穿衣服 不小心被人家看到 說啊遮自己的眼睛說 好像看不到對方那種感覺 這裡面喔 我覺得我們在看財報的時候 你要看到一些 重點 其實很多人去看什麼 什麼什麼比 什麼比一堆 但我都跟大家講 那些東西喔 坦白講要做得漂亮都可以做 那你如果 所以說真的還是最 最 第一 第一層次的 做得好 我覺得就很 還是最重要啦 就是說 你到底一個公司的毛利 你看喔 第一季17 第二季 小數點我就不念了 第二季19 第三季24 這個跳升速度非常非常快 非常快喔 然後你看 他的營業利率是 58 14 然後最後盡利率 從7 跳到15 所以也讓他的獲利從 1.25 一口氣跳到2.87 所以你說法人講的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是真的 貨利看起來是有加速的 而且我剛剛在念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老師現在才11月初耶 你剛才念的是第三季的數字 對 就是因為太好 你看他忍不住自己趕快公佈 正常都在接近11月中 我怕人家不知道他 業績很好耶 那我問你啦 下一次公佈財報什麼時候 最快最快 也要到明年的3月初對不對 不要說3月初 3月中了 那這5個月大家對他印象就是好上加好 就是好嘛 就是好嘛 就看著他 你看白白淨淨的 穿得這麼好的 談吐又好 然後在還沒有帶回家之前 這一段時間的印象 不要一直把你 心裡的話講出來 對啊 不是 我是在講你啊 白白淨淨 就是好嘛 不要把我帶回家 對 就是好嘛 你懂我意思嗎 那所以他 嚴格講起來算不算賊 也算啦 但是為什麼 就是好啊 業績就是好 我也證明給你們看嘛 你不要再說我們country保育嘛 對不對 空口說白話說 啊有多好有多好 實際上 真的怎麼樣 不錯啦 所以我用這個角度 跟大家來分享 對那ABF載板這個議題 其實在 我們投資催給力也講了 非常非常久 應該有講 超過一年以上 那其中講最多的 就是我們的邀谷大師 所以我們節目的最後呢 關於這ABF載板 很多投資朋友 其實都有 那 或者是沒有的也想買 到底現在該怎麼看 還可以買嗎 我們請邀谷大師 來幫我們解析 好那 這三檔股票應該大家 有 看這個節目應該 非常非常熟悉 因為從去年講到現在 那南電新興景碩 其實最好的買點是在 去年10月 就是外資說 不好的 那一次 記不記得去年 新興火災 對 10月28日 我印象太深刻了 因為他前一個交易日 是外資 忘記哪一家 出報告說 還新興南電景碩不好 他出報告 隔天 那天新興 出完報告隔天重挫 下午灰球再跟鐵艇 直接打了60塊 61塊附近 所以我現在看起來是最好的買點 現在200了嘛對不對 我說快200了嘛 我說我看一下 哇 這外資報告真是太神奇了 所以外資出報告的時候 我們去思考一下 他到底他的邏輯是什麼 其實我那時候就有注意到 這個族群 因為那時候去年跟大家聊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外資報告真的很壞 去年10月 新興會頭廚你說他不好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們在買 還買一堆 這是 完全心口不異 我說這一定有鬼 果然 後來都說很好 喊低自己要撿 喊低就我自己買走了 就是 這個報告真很壞 南電新興 就在那裡 好 那現在到底好不好 剛剛教授講的東西 大家記清楚 我補充一個點就好了 記不記得這一波 南電新興景碩 什麼時候長的 過去這個月 他什麼時候長的 從10月到現在 一個點 台積電法說的 code 第一個教育他是長的 是台積電法說 注意看 南電 看起來很強對不對 你看新興更明顯 我把時間點拉出來給你看 3037新興 10月14號就是他破斷的最低點 是台積電法說的當天 台積電下午法說 說很好 隔天 新興直接噴出漲天 第一根 那一根你就要進場了 為什麼我這樣講 大家一個觀念 不要說 不會啊 台積電法說 乾星星什麼事 他也不是設備 問題是 台積電 我們在這個節目上 我們聊過很多次 你的高階 晶片 管你3奈米 5奈米 2奈米 你要放在上面 放哪 一個蘿蔔 一個坑一定放 窄板上 所以 ABF 窄板的真正需求來自於 台積電 晶圓大工的高度成長 因為這個市場 對於高階晶片的 大量需求 不管你是坐在電動車 你要做什麼 AR VR R對不對 你管你臉書不臉書改什麼 Meta都一樣 你一定需要那些晶片 你要晶片就要窄板 台積電最大的優勢 不是台積電自己本身而已 台灣的半導體的優勢是 我們有 上到下 上中下 我們全都有 我們全包 台積電的競爭優勢 就不單單只是 這個什麼 那個 毛利多少 對不對 這個市占50幾% 沒有那麼簡單 台積電的策略我們上次聊過 他就是把這窄板三雄 包裹在一起 這跟我們以前打架一樣 打群架 我管你Intel厲不厲害 我把星星K下來之後 你有多厲害的晶片沒用 你沒地方放 我把窄板廠包下來就好了 這是台積電的策略 所以注意看 非常有趣的是 台積電罰售只要漲一天 但星星直接噴了快一倍 這就是我剛給你講的故事 然後設備股都沒有漲 設備股沒漲 所以大家投資的資格 好奇怪 要進化 星星做設備嗎 沒有啦 人家做ABF載板 但是他真的就是台積電法說 最大的受惠者 給各位就參考 所以你這一坨 我覺得 從現在開始到明年 第一季 這個ABF載板的族群 也許啦 你現在手上有 你很恭喜你 你有認真看節目 你賺到了 也許你沒有的 自己找買一點 好不好 怎麼樣怎麼樣找買一點 當然 漲這麼陡的時候 你可能買不下去 但總有 突然對不對 聯準會對不對 這個打個哈欠 打個鼻涕 震一下的時候 對 無差別亂殺 比如說加捲指數突然來一個比較明顯的回檔 對不對 無差別亂殺的時候 回頭看看這三支股票 嗯 當初你很貴我買不到你 你現在回來了吧 終於等到 對我就等到你了 其實好的股票就是這樣買的 因為我們知道它產業向上 從去年跟你講到現在 有沒有去年11月講到現在剛好一年了 一年了 好的還是好 好的依舊好 對不對 長得帥的依舊帥 但是好的股票就是這樣 你喜歡它 別人也喜歡 留意好的股票 你把它設定在你的自選股 台南台北股市 突然跌個幾百點的時候 上次我們節目上聊到的好股票 不妨回頭看一下 看看這個價格你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你就開始進場了 好給各位就參考 對那相信今天節目大家收穫非常多 我們一路從元宇宙電動車在談到這 ABF載板都是 非常非常熱門的話題 不過阿伯利幫大家總結一下 在元宇宙部分 畢竟很多股票 它其實 沒有基本面 那大家可以去鎖定 像今天姚古大師講的 一些相關的乾硬股 股價還在地上 不過前9月的 這個稅前的EPS 可能就已經9塊了 在這樣有基本面的情況下 大家可以多加去留意 那些沒有基本面已經漲很多 就看看就好了 那在電通車部分 教授也跟大家提醒 其實 每一檔個股之間 成長性好 但是 難以預估 或許投資ETF 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跟你說 ABF載板 是長線抗好一個標的 當改天台積電法說會再好的時候 不要 只看到設備場 也要記得說 比較會漲 可能是這個ABF載板 股市永遠這個行情 上上下下 那今天的節目 跟你說的這些產業面呢 其實 目的就是用在 改天萬一 股市下跌的時候 你會比別人更有底氣 跟信心之道 自己該挑選哪些股票 去做逢低進場 那我相信這樣子 就有機會能賺到一筆 不錯的一些報酬 好那如果你喜歡 阿格力的投資最給力的話 別忘了上 Facebook跟YouTube 訂閱 投資最給力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